来 没想到 你们组这么快就要散伙了 散不散伙 也是唐总说了算 也是 是 你本来就是过来实习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快开学了吧 我会等到这件事情 雪落述出的时候才做的 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 看来还是得请有关部门 过来处理 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你要报警 明轩有时间陪你玩 股东都没有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专业的事情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来解决 毕竟我们公司不是法院 不是吗 你要干吗 只有五天的时间 我会证明什么要没清白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开明远吗 如果在这五天之内 我没有证明程阳的清白 我会选不该走人 怎么 不希望我离开啊 好 最多两天 三天 也不要太过分了 否则的话 我就会一直在明远待下去 到时候我会让保安 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 你看 因为发布会的原因 公司的股票一直在跌 对不起 爸 SLC是收购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钱 SLC的收购对公司来说 打击是沉重的 接下来如果再发生 一件类似的事情 后果不堪设想了 爸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希望您可以相信我 我可以把后续的事情处理好 最近夏叔叔家有没有去啊 没有啊 经常过去走动 公司现在是多事直就 争取夏家一家人的支持 很重要 我有能力可以自己处理好 明轩 这些年你应该清楚 很多的事情我不想插手 但是牵手到公司的存亡 我必须要管 这是性质上的问题 你得清楚地知道 你现在承担的 不是对某一个人的责任 是整个企业 它的存亡和未来 是我们明远集团 所有员工的饭碗 你是我的儿子 其二代 你的这个命运改变不了 这就是一种归宿 你要知道 总有一天我夏叔叔 或者是方卫我 要退出历史务的 所以对于你来说 要成熟要稳重 让自己强大起来 你才能承担一个企业 明白吗 我总吧 Etty 我总了